好,下面我们来看练习题部分。 第一题是适当的词填空,我们给了三个词。 一个是ちょっと,一个是大体,一个是ちょっと。 注意一下,一个是ちょっと,一个是ちょっと。 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,大家还知道意思吧? 对,ちょっと是指稍微,然后这个ちょうど正好恰好。 那大体是什么意思? 对,大体大概。 好,那么我们接下来用这三个副词来填空。 大家看第一个词填什么呢? 第一个题填哪一个词呢? 对,说,その靴はちょっと小さいです。 是吧?ちょっと小さいです。 选第一个词,第一个词ちょっと小さいです。 好,第二个,このスカートはいいです。 スカート是什么? 对,短裙。 所以选择哪一个单词呢? 对,只能选择第三个,是不是? 然后呢,说,このスカートはちょうどいいです。 是吧?ちょうどいいです。 就是说,这个裙子呢,刚刚好,是吧? 刚刚好。 下面,生ビールは一杯400円ぐらいです。 生ビールは一杯400円ぐらいです。 那很明显只能选择二,是不是? 选择第二个单词。 那第二个单词的话,这个句子连起来意思就变成了。 生ビール一杯大概400円ぐらいです。 はい,好的。 次。 下面来看第二题是翻译。 请别忘笔记本电脑。 请别忘笔记本电脑。 就不要忘记了笔记本电脑。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,你看有一个关键词, 就是请别怎么怎么样,也就是请不要什么什么。 对吧? 所以呢,你的句型应该是什么呢? 对,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然后呢,忘记这个动词怎么说? 对,忘记是忘れる。 忘れる的内心是什么? 忘れない。 因为它是二类嘛。 去るじゃない忘れない。 那就是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不要忘记的东西是什么呢? 笔记本电脑怎么讲? 对,ノートパソコン。 好,所以呢,连接起来这个句子就变成了。 ノートパソコン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ノートパソコン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 请不要忘记了你的笔记本电脑。 好,次2番。 第二题。 今天必须教论文。 好,那么关键词。 对,必须。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 都可以。 然后那么下一个, 教论文怎么说? 论文是論文。 教用的一个动词提交。 对,出出这个字。 那論文を出す。 那么dass是交。 所以要必须交。 那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前面要在耐心。 对不对。 那么dass要变成什么? 对,出さない。 对,出さない。 就一类动词词语变成该好阿段加ない。 出さない。 好,所以呢,这个句子就构成了。 今日論文を出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今日論文を出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当然如果大家写的是。 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 也可以。 一样的。 次。 我不吃药可以吗? 嗯,可以了。 我不吃药可以吗? 嗯,可以了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 不什么什么可以吗? 句型应该用什么? 对,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か? 应该是疑问句吗?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か? 然后下面那么吃药这个词是。 对,薬を飲む。 飲む的耐心。 飲む是一类,所以耐心是飲まない。 对吧? 所以飲まなくても。 对吧? 然后所以句子变成。 薬を飲ま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か? はい,いいです。 嗯,可以了。 いいです。 はい,好的。 然后那么如果我要说不行, 你必须要吃。 怎么讲? 家。 对,必须就是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家。 飲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家。 飲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。 必须吃。 はい,いいです。 就是说可以不用吃了。 はい,好的。 这是我们的翻译部分。 はい,練習問題はこれで終わりました。 好,練習题我们就讲到这里。 好,好疲倘的。 好疲倘的。